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我第四次录这个节目 我才想起来 我应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1985年开始正式担任媒体的记者 所以算起来到今年已经35年了 虽然我在2014年已经从第一线的记者退休了 但是其实我现在还在帮周刊报纸 还有一些网上的媒体写专栏 所以实际上我相信现在还在从事记者的工作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其实是很不喜欢记者的工作 如果能够不做 我就情愿闲云也和过这个一辈子的生活 但是没有办法 我是文化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 但是我毕业之后呢 真的是立定了我这一生唯一的志向 就是不做记者 不做记者 这个决定因为牵涉到一些其他人的问题 所以暂时我不讲 也蛮复杂的 也不需要讲 那么我在当兵退伍之后 那是1976年 因为我不想做记者 后来就跟家里拿了一笔钱 去开了一个店 一个什么店呢 一个就是放摇滚乐的一个音乐店 放摇滚乐 然后卖点冷饮啊 减餐之类的 这种店啊 在当时还蛮流行的 在我当兵的时候呢 台北有一家 老一辈子的人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可能都知道啊 西林南路有家叫青苹果的 当时是很出名的 那我那个朋友 在里面当DJ 就是播放播影放唱片 我当兵的时候休假就常常去做 哇生意真好 每天都是客满的 那我就很心动 因为我对摇滚乐也很有兴趣 所以呢 后来就想说是 既然逼了业了 又当我们逼了 不想做新闻工作 那是不是开个店啊 如果能够开得像青苹果这么成功的话 那也是一条很好的路子啊 所以就跟家里面拿了一笔钱 再加上另外两个朋友投资 我们就在高雄 开了这么一个店 那 这个店呢 也因为没有经验嘛 等于是受骗了 我们顶下来的店面呢 本来是很好 在高雄市大人路 就是进延城区的 这个路口的地方 对高雄熟的人可能会迟到啊 那我们觉得位置很好 所以顶下来了 没有想到顶下来 还在装修的时候 那个店里面的那些壁画 都是我画的 当然是照了唱片的这个风套放大 这样子描出来的了 就是用荧光漆 所以用荧光灯一照很漂亮 那我们还在装修还在画这些图的时候 不得了 因为当初点那个店 还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它旁边有个停车场 停脚踏车摩托车 那个连带还不这么流行汽车嘛 所以那时候延城区是高雄的闹区 进延城区 脚踏车摩托车都停在那边 然后再走进去 所以我们想这个地点太好了 卡在这个烟壶这边 所以才顶下来 结果没有想到 还正在装修的时候 旁边这个停车场 开始改建大楼 所有的建材堆在那边 人全部不过来 全部改道走了 那么这个店撑了一连 就收摊了 收摊了之后 我还是不想做新闻了 所以就到台北去 先后做过很多的工作 保险退销员 电子表推销员 摆地摊 曾经做过这个搬运工 非常辛苦的 跟那个火车南北跑 那后来是因为中美断交 台美断交 那我的地摊生意受了很大的影响 我就想说 这个摆个地摊都这么不顺利 干脆到美国去好了 所以就找了一个 因为我学校成绩不好 就找了一个留学公司 办了一个学校 就到美国去了 那后来呢 因为家里面发生辩护 我连这个学校也没有练完 我可能是很少数到美国去留学之后 没有拿到学位的 那同样的呢 后来因为这个学习中段 就等于在美国流浪 而且是变成黑户 到处打工 到处打工 餐厅工啊 这个搬运工 也做过搬运工 这个建筑的包商的小包工 小工人不是包工 连地摊也摆过 最后呢 实在走投无路了 那时候正好我妹妹 跟她先生到纽约去 他们都是有正常的工作的 我想说 我就干脆到纽约去好了 就到了纽约 到了纽约也是一样 都是打工系打工 最后真的是 没有什么工可以做 后来发现了 美洲中国时报 那时候中国时报 在美国办报纸 美洲中国时报 出了一个送报的缺 所以我就去送报纸了 那是这样子 等于是回到了新闻界 在美洲时报送了一点多 送报送的成绩很好 我是唯一一个 因为送报送的好 报社帮我办绿卡 那后来当然报社 也发现我是新闻界毕业的中 因为还不错 因为那时候我还帮他们做些翻译 他们也很满意 就叫我进报社 结果我进了一个礼拜 就关门了 关门的时候 那是1980年 年底的事情 后来我就转到一个小报纸 叫北美日报 那个时候才等于正式开始 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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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段经历呢 对我个人来讲是蛮重要 因为它是个很小的报纸 只有我一个记者 药文记者 它本来是有一个 Local的 就是这个 华富的记者 Changatang的记者 那我进去之后 就等于说多了一个药文记者 那第一个任务就是 采访这个江南命案 那给了我很好的这个磨练的机会 那正是因为它是个小报纸 那所以我要学所有的事情 写我本来就会了翻译也可以 那最重要的技巧 记者是在那边学了摄影 跟冲洗底片 那这些东西我通通毁了之后呢 那后来北美日报也关门了 我就回到台北 在中国时报 1987年 所以我等于是1987年 正式进到中国时报 那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 在中国时报面 已经工作都超过十年以上 都已经是小主管了 不过我还好了 我回到台北去 因为我曾经在美国中国时报 那时候我的长官 编译组主任黄兆松 他蛮知道我的 所以我那时候回到 1987年回到中国时报 就已经是 算是副主任的职务了 那那个时候回到中国时报 那1989年又再回到美国 等于是开始担任 中国时报 纽约的特派记者 是这样子正式开始了 采访的工作 1987年开始 一直到2012年 退休 那么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 我一直讲说是 我真的很幸运 我的这个工作生涯里面 我的最精华的这段时间 正好配上中国时报 最精华 最辉煌的岁月 所以让我做了很多还不错的采访 还不错的采访 也去了非常多的地方 我的各地的采访 摆起来打开 那我常常在想 我也常常跟人家谈的时候 我都讲了 其实我不认为我的能力 比别人好多少 而是因为 中国时报 给了一个舞台给我 才让我有所表现 更可贵的就是 中国时报 给我的支持几乎是无限的 它不给我任何限制 我想我是可能 可能是唯一一个 在中国时报 我可以决定 我自己要采访什么 而不需要报告 当然重大的新闻 像包括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我刚刚讲过 因为我是一个 什么都会做的记者 不需要任何人配合 这也是因为中国时报 我变成中国时报 我找到一个很好用的记者 虽然我的驻地 先是在纽约 后来是在东南亚 但实际上呢 全世界各地发生的新闻 很多都是我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行动很方便 因为我有两本护照 第二个 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不需要任何人配合 我在中国时报 这么长一段时间 一直是单机作业 所以很多时候 特别是有重大的新闻发生的时候 经常一个电话给我 我就走了 我就一个人去了 这也是因为我去很多地方采访 但是都没有留下这个 纪念的照片的原因 因为都是我一个人去 没有人帮我拍照 那真的很幸运 那真的很幸运 去过很多地方 非洲 在讲过的伊拉克阿富汗 欧洲 连站去编导访问 也派我去 也派我去 尼登卫总统去 中南米访问 也派我去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的主地 非洲 在这里 有一个人去 有些人去 我记得 有一次到 马里修斯 采访 京庆 12号 海上跌雪 这些 都是我去 那正是因为 中国时报给了我这样的支持 所以我才能够有所表现 另外一个就是 我采访过的国家元首 非常多 我没有仔细算过 但是初略这样想一想 大概不下15个吧 不下15个 我相信在国内的记者 甚至华文记者 可能都是蛮少见的 当然 都是一些小国家嘛 我们的邦交国 本来就是 比较小的国家 你看 中南米国家 这个东南亚的国家 我记得 我一次去海地 海地在加勒比海 一个蛮热的地方 那总统府呢 没有冷气 那我去采访总统 总是穿到西装去 那么 在采访他的时候 我们是面对面 做了面对面 我一面问 一面要低头几笔记啊 那我额头上的汗 就这样子一滴 就掉在笔记本上面 但是你知道吗 那个普雷华 总统 他也是西装比亭大的灵带 神色自入 一滴汗都没有流 好像他们早就习惯了嘛 就是有一些相当多 相当多这一类的趣事 有趣的事情 那以后有机会 各位跟 各位报告一下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的个性 并不太适合做记者 因为我不太习惯于 很多人 很多人看到我的外表 因为我是那种 好像在外面就是 打口喝酒 打碗喝酒 打口吃肉的这种 很喜欢焦急的类的 其实不是的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 我经常待在家里面 几天不出门 觉得非常的自在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以前每一次 要去采访 比如说记者会啊 或者是怎么样 我都会很希望 我坐的地铁 突然出故障 动不了了 都会有这种心理 希望说是 哎 能够不去 最好不要去 但是 我能够做出一些事情来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说 虽然我心里面 希望不要去 但是 我还是要去啊 因为 你能人家的薪水嘛 总要把事情完成 这也是我从小 这个 我父亲 言教生教 让我 养成了这个习惯 不管做任何事情 也要把它做好 要把它做好 才对得起别人 那我想 让我在中国时报里面 这么长一段时间 一直是秉持了这个原则 虽然做得很勉强 我 以前我有一个部落格 我介绍我自己 就是说一个 一个很勉强 十四想闹跑的记者 虽然想闹 但是就是没有 始终没有 还是把事情全部都做完了 而且还做得不错 而且还做得不错 这个大体上 就是我在 在新闻界 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 一个 概率的 概况 我想 既然 开了这个平台嘛 我借了个机会 跟大家 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我想今天 就 先讲到这边 明天我们再 开始 谈论一些 议题 谢谢大家